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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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很满意 尽管安娜现在已经有了一份相当好的工作 以及普鲁娜都找到了开行车的工作 但这也影响不了莫宁 整天悠然自得的 看书、吃饭、大公园散步的生活 她每天看着清一色的西装隔离的职员 没有表情的去上班 人群冷漠、匆忙和勇气 形成了一副暗淡的黑白画 而莫宁总是轻松自在的女友而上 成为这副黑白画中唯一的色彩 周围的一切 总数从她身边走过 也影响不了她慢节奏的生活 然而既然是生活 就要生活费 可是根本不工作的莫宁 哪来的生活收入 好在这个人责的国家 可以给每一个实业的人 一份最低保障资金 于是莫宁决定到政府 申请低保 但是低保 也不是随随便面就给的 她必须出示一份 被辞退的工作证明 才能拿到救助金 而正叫做普鲁娜 因为第一次开停车 而被葬离的悲伤氛围 弄得当场嚎啪大哭 最终布鲁娜不幸被老板 离老乱葬的秩序 而被辞退 这已经数不清 是她第几次被辞退了 因为她的辞退信 已经筛办了整整两个轴梯 但是这些辞退信 正好可以帮到莫宁 于是莫宁把辞退信 上的布鲁娜名字 改成了自己的 然后走遍了整个巴黎 把信放到各个地方的邮箱 照顾了她一直努力 找工作的假象 不久后 她拿出自己寄出的信 再次来到政府这边 申请求助金 可今天却换了一个工作人员 原来之前在这里工作的员工 突然之间就厌烦了工作 而崩溃 现在的工作人员 是个无趣的普通人 按部丘班的生活 渐渐有条的工作 差不多的长相 差不多的日常 差不多的人生 但是这个差不多的工作人员 却一眼就识破了莫宁拿着的辞退信 她没有去验证莫宁的谎言 而是问莫宁 你喜欢什么 莫宁坦白地说 她喜欢梦想多过于现实 喜欢无聊 希望时间停滞的感觉 希望一些事物都在准备阶段 这样的回答 让工作人员突然有点理解莫宁的追求 于是 让莫宁三个月后再来一趟 就这样 莫宁又开始她的古兰潇洒的闲散生活 安娜和布鲁娜也在无形中受到莫宁的影响 他们为了生活疲于奔命 布鲁娜又换了好几次工作 一旧旅败旅站 也一旧旅站旅败 只有当莫宁和他们在一起 畅快地在地板上跳舞时 才能感到轻松 和安娜 一直敬佩着莫宁的改为天下人所不为的勇气 她渐渐地喜欢上了莫宁 可是遗憾的是 莫宁根本不在乎这些 她享受着她的自由和歉意 享受着她的文学和天堂 社会上无处不在的攻击 与她而言 只是浮云 就像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所有工程名秀的老同学 都有意无意地攻击莫宁 是社会的蛛虫 但她依然毫不在意 可安娜就坐不住了 单独地拉着莫宁离开 幽然激进了街道 本来是告白的最佳场所 可是胆怯的安娜 却不敢与莫宁的自由面对 而默默不语 在这中途 莫宁由于总是悠闲地坐在公园看书 刺激到了整日忙来忙去 传说不停的路人 他们指控莫宁的惬意 是在无情地吵嚼他们的努力 因为这件事 莫宁被迫让政府安排到一个整日 坐在办公室 听旧新闻的实习工作 她咬无声趣地 看了半个月的旧新闻 知道她突然被屏幕中 一个访谈节目的女生 击中心脏后 她恋爱了 她喜欢上旧新闻里 一个一无所知的女孩 于是 她伴助了女孩所有的访谈 仔细观看 可不巧 因为耽误了工作 而被辞退 辞退后的莫宁 继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而紧接着 布鲁娜也效仿莫宁 潇洒了 主动辞掉她乏味的新工作 和莫宁整理游戏 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 就这样 时间又过了四个月 而不知为何 安娜渐渐地对两个人 有了情味的怒气 只得有一天 从而没有提过 有男朋友的安娜 突然把自己的男朋友 介绍给两个人认识 而整个大游戏的莫宁 依旧一点无所谓的态度 可布鲁娜 离人的泪水 似乎马上就要决地了 因为安娜的离去 当她终于指示到 自己荒废四个月的颓废感 她抑然决然地 搬了出去 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而没有布鲁娜陪伴的莫宁 似乎失去了什么 她的早餐也不再那么美味 她的自由也不再那么轻松 这样的状态 莫名地持续了一段时间后 安娜终于坦白了她的暗恋 安娜说 这本可以是一个很美很甜的邂逅 可是 这被她自认所追求的 优贤度热想法打败了 而她是真的在追求 所有人所不想的自由吗 不是的 她只是在恐惧 只是在逃避 因为不尝试的人 永远不会失败 不死的最好办法 就是不生 莫名发现 她所享受的生活 已发得无聊枯燥 最后 她迷茫地回家了 在回家的路上 她看到一幅温馨的画面 画面上的孩子问母亲 妈妈 如果我摔了 怎么办啊 妈妈温柔地回答 我会接触你的 回到家后的莫名 问了一样的问题 妈妈给出了一样的回答 最好的爱 最好的关心 一直都在原地 等候你回来 接着 她开始从她最喜欢的 销售家去做起 她前来般的销售能力 让她快速地成为了 行业顶尖的人物 最奇妙的是 这期间 莫尼遇上了 旧新闻力的女孩 她们最终幸福地 组成了一家人 而莫尼发现 其实轻松自由 并不像她们所想的 有那么的懒 片名 轻松自由 其实捉不出故事 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道理 因为天才 并不是那么常见 咱们都是普通人 电影很多时候 也就是电影罢了 可是在看完后 总有一丝划不开的事意 就是说自由和工作 可以不必相悲而行 因为路在脚下 自由在心中 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 自己喜欢的工作 让那份轻松自由的感觉 能想满自己 哪怕生活工作都不如意 轻松自由 其实 离你并不是很远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